2月14日情人节的时候,电视剧《锦心似玉》公布了红线大片,这个视频有点预告片的感觉。 两位主角身处于深宅大院之中,身上都牵引着长长的红线,两人相聚相知,都有着红线的牵引,一根根丝线缠绕起来,牵动着两人。 韩松韵饰演的罗石一娘是家中的庶女,从小地位卑微却有一番见识,想要通过自己的智慧改变人生,摆脱掉家庭给她的束缚。 相较于其他的古装爱情剧来说,这部剧有一个地方很特别,那就是这部剧的故事,偏向于先婚后爱,也就是先结婚后恋爱。 身份地位的女主能够嫁给男主是一场意外,两人之前没有多少的感情基础,真正打动两个人的,还是在婚后发生的事情。 用小说圈比较火的说法,就是男强女强势作品,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当下人对于感情的要求向往,男性需要有事业的同时,女性也需要独立。 这部剧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宣传,只是迟迟没有定档,最近有网友爆料说,上线时间就在2月22日,也就是在本月,但是官方并没有公布定档时间,只是最近宣传的比较多,可能真的快要定档了。 这部剧的男女演员还是值得说一说的,钟汉良不是第一次出演类似的角色,他的气质和大将军还是比较契合的。 有点意外的是,韩松韵的角色走入了婚姻殿堂,要知道,在此之前,韩松韵还是少女角色偏多一些,大多是恋爱剧,这次接触婚后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。